你们到底是谁 为什么会在灰光秘镜里 有几个灰光大圣的弟子 历声喝道 白袍青年哈哈大笑 真是鱼不可及呀 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好 我就告诉你们 我乃造化圣子 神域三千界 日后都会成为我的国土 造化圣子 灰光大圣界的弟子尚未反应过来 就在这时这白袍青年右手一弹 一颗通体漆黑的黑猪飞了出来 在天空中快速旋转 教用你们的卑微的血肉 做鸿蒙灵珠的补品 鸿蒙灵珠竟然是鸿蒙灵珠 这怎么可能 鸿蒙灵珠怎么会在他们手上 灰光界王见识广播 虽然不知道鸿蒙灵珠跟混元天尊的关系 可以听说过此株 现在眼看着鸿蒙灵珠发出粘稠的黑光 整个天空都似乎要笼罩在混沌下 灰光界王就觉得自己的心 要被这黑暗一点点吞噬了 而感受着那些人影散发出的恐怖气息 灰光界王终于可以肯定 圣族降临了 原本以为还有几十万年的大劫 竟这么快就降临了 逃 所有弟子分开逃啊 灰光界王大声吼道 而与此同时 他没有丝毫迟疑 转身就要撕裂空间 然而他伸手的时候 就感觉空间之力猛的一弹 竟把他手弹开了 鸿蒙灵珠散发出的能量场 锁定了附近虚空 根本就无法施展虚空大挪移 聪明的决定 可惜呀 依然改变不了你们的命运 造化圣子面带一丝微笑 鸿蒙灵珠直射而去 灰光界王面色一变 把身法展开到极致 要冲出这片领域 而这时候 他已经听到后方传来一连串的惨叫 鸿蒙灵珠掀起星红的血肉漩涡 大量的核心弟子 辉光大圣地花费大代价培养的人物 都被这血色漩涡给吸进去了 在转瞬间 就化成精纯的血肉元气 被鸿蒙灵珠吸收掉 这等可怕的情景 让人毛骨悚然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那个白衣青年却面带笑容 仿佛他不是在收割人命 而是在折下鲜花一般惬意 二位师叔 那辉光界王就由您二位来对付 我现在的修为对上他还是有些难度 哪怕有鸿蒙灵珠也是一样 好的 在白衣青年身边有两个灰袍人 他们两个一个脑袋齐大 另一个干瘦如同竹竿 虽然长相稀奇古怪 可他们却是真真切切大借界王修为 放在神域是可以独掌一借的人物 两个大借界王一起冲向了灰光界王 鸿蒙灵珠光芒更加要异 神梦天宫的一间密室内 灵明正在修炼地中闭关打坐 三年的积累 他距离神变中期已经越来越近 神海 神变 神军 每上升一个级别需要消耗的时间都会倍增 就在这时神梦天宫突然警钟长鸣 这刺耳的警钟声直接传进了修炼地 修炼地都有隔离的结界 往往自成一方空间 避免舞者在闭关时被打扰 能够深入修炼地的警钟 那是特级警报 打断一切舞者的闭关 一般除非灭门之祸都不会冥想这样的警钟 怎么回事 打坐中的灵明梦得睁开双眼 眼中闪过一丝惊异之色 他想象不出是什么事情能够让神梦天宫敲响警钟 总不至于是大劫来临了吧 即便是灵明也潜意识里认为大劫还要很久 对整个神域的历史来说 一万年也不过很短的一段时间 虽然说大劫将要来临 可是单单这个将要却往往需要几万年几十万年 灵明身影一闪出现在神梦天宫 见到天宫中长老弟子都慌慌张张向意识殿赶去 灵明心中闪过一丝不安 也跟着进入意识殿 神梦天尊神色肃穆已经在意识殿等候 待主要人物到齐后 神梦天尊只说了一句话 大劫降临 叹息神强最先碎裂的入口 便是灰光大圣帝的异界秘境 仅仅一天时间 灰光大圣帝覆灭 灰光界王战死 五天时间 圣族已经彻底占领了 灰光界驻大陆 无数武者遭屠杀 生灵土炭 神梦天尊一句话无异于青天霹雳 让在场诸多长老弟子彻底惊呆了 他们几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大劫怎么会这么快呀 这才几年的时间呢 我们还没有准备好 大劫就来了 饶是神梦天宫的弟子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突然听到这个消息 也都慌了 灵明深吸一口气 握紧双拳 眉头紧锁 一界秘境 本来就是神域通往其他界的过渡空间 一旦叹息神墙碎裂 最先碎开的地方 也往往是一界秘境 怎么会这么快 我才神变呢 哪怕我在同龄人中所向披靡 可面对老一辈 顶多达到半步圣主的境界 就顶了天了 在这大劫中 我连多小浪花都算不上了 遥想三十六亿年前的神域大劫 是天尊的脚量 甚至有真神出手 就连小兵那都是圣主境界 半步圣主那都算是炮灰 灵明现在在这大劫中 根本就起不了任何作用 更别说在大劫中历练 只能看着人族和圣族交手 这让林明十分不甘心 为什么会这样 哪怕再给我数百年的时间 只要让我达到圣主境 半步圣主境 都不至于如此毫无抵抗之力 林明不想自己的命运 让别人来左右 现在他想快速提高实力的话 除非进入时间结界 可在时间结界中 法则扭曲 修炼起来事倍功半 几乎没法参悟法则 神梦天尊 面无表情 直到众人议论声稍稍小了下去 他继续说道 这次圣族出手 最强者 不过半步天尊 但是灭掉一个没有天尊的中等世界 已经绰绰有余 尤其这场战争中 有个叫造化圣子的人物 修为圣君静 等同于人类的神君静 此人拥有一颗奇珠 疑似是鸿蒙灵珠 他虽然只是圣君静修为 但可以借王一战 那天父不可想象 神梦天尊这一番话说出来 目光落在灵明身上 灵明心中一震 鸿蒙灵珠 混元天尊遗失的鸿蒙灵珠 就落在这造化圣子的手上 那一刻 灵明的心情无比复杂 他还记得混元天尊 留在混元宫中最后的话语 鸿蒙灵珠在本尊手上失去 乃本尊生平最大过失 他日若有万分之一可能 你夺回鸿蒙灵珠 让他重回人族 并为神族遗孤 寻一方净土 灵明握紧了拳头 鸿蒙灵珠 他一定要夺回来 可惜现在的他太弱太弱 无论人族心中多么没底 大劫终究还是提前降临了 灰光界成了战场 无论人族还是圣族 不约而同没有派出天尊强者加入战斗 修为最高的只是指不于界王 这也是没有全面开战的原因 圣族只是试探 人族则是心有忌惮 没有发动全面战争的底气 他们很清楚 一旦天尊加入战团 那么最终决战就要到来了 而现在人族连圣族 有几个真神强者都不知道 怎么敢打呀 这一场战斗 神军圣主竟强者是主力 界王半步天尊也有参与 在这样的大战中 如灵明这样刚刚成长起来的天才 自然不可能派上场 否则一旦有什么闪失 将是人族无法估量的损失 战斗打了半个月的时间 一个圣族强者的名号传遍了人族 他就是造化圣子 此人圣军境修为 相当于人类的神军境 仅凭这样的修为 他却可以正面击败普通界王 即便对上大界界王 也有自保之力 他手中有一颗黑色的魔珠 所有圣主以下武者 无论人数多少 面对着黑色魔珠都会被瞬间剿灭 化成血肉精华 被黑色魔珠吸收 这样可怕的人物 让人闻风丧胆 神军战戒王 这什么概念 要知道神军和戒王之间 隔着一个圣主的大境界 比神变和圣主的差距还要大得多 人族大能曾经想出手击杀这个造化圣子 然而他们在灰光界的时候 却发现造化圣子背后 一直有数名强者保护 可这些神秘的圣族强者 却没出手 只是看着圣子战斗 这种感觉好像是圣族拿这场大战 做造化圣子的魔刀石 因为隐藏在背后的人物太过强大 想要出手的天尊 终究还是心有忌惮退缩了 这样的结果也汇报给了神梦天尊 该死的 圣族到底想干什么呀 在后宇天宫 后宇天尊气急败坏的说道 圣族的天尊按兵不动 人族的天尊也不敢乱动 这场大战害怕的是人族 毕竟人族天尊的数量不如圣族 而真神强者的数量 那更不用说了 圣族恐怕不止一个真神 而人族呢 一个都没有 嗯 他们等待了三十六亿年 现在杖壁破裂 他们却没有清朝而出 而只是派出半部天尊以下的强者 这到底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后宇天尊来回踱步 面对人类生死存亡的大危机 后宇天尊也失去了往日的镇定 也许他们也没有准备好 又或者造化圣皇在养伤 在浩宇天尊身边神梦天尊悠悠说道 浩宇天尊听完心中一动 嗯 养伤倒是真有可能啊 十万年前造化圣皇 唯逆三十三冲天法则 撕开叹息之墙 送入圣族天尊强者 袭杀混元 直接受到三十三冲天大道法则的反噬 那可是大道之伤啊 一伤就是十几万年 无论用什么手法调养都没用 哪怕进入时空节界 都无法加快此伤的恢复速度 造化圣皇现在 应该还有个几万年才能恢复过来 在此之前也就相当于天尊实力 不过 就算造化圣皇没恢复过来 光是圣族众多天尊集体出手 我们恐怕就难以招架 何况圣族十有八九不止一个真神 他们为什么不出手啊 总不可能 圣族是想用这场大战 让那个什么造化圣子来历练吧 浩宇天尊无法理解 神梦天尊只是沉默 这样关乎种族的大战 专门为一个圣子历练 这未免有点太儿戏了 圣族不会做这种蠢事 造化圣子的历练 应该只是顺带的 圣族必定有其他不能进行全面战争的原因 只是这个原因 他们尚且不知道 战争进入了胶着期 在双方天尊都不出手的情况下 这个造化圣子风头太盛了 他已经杀出了气势 他的实力不如大戒戒王 可他能造成的杀伤要比大戒戒王强得多 只因为那个鸿蒙灵珠已出现 就有大片的强者被秒杀 打击戒王都做不到这一点 被造化圣子杀的人至少都是神军境强者 随便一个人放到一个圣地级势力的分工 都能担任一方长老 圣族也有意让造化圣子积累战功 最夸张的一回 他带着一对千人巅峰圣主的队伍 突袭灰光大世界东部 连毁数十个星域纵横百兆里 杀了无数人类武者 再这么下去 整个灰光大圣地的强者都要被杀得所剩无几了 很多人类武者一听说造化圣子来了 都吓得心惊胆寒 寝食难安 除了灰光界 其他界的武者也在纷纷议论 害怕灰光界覆灭后就该轮到他们了 为什么咱们天尊还不出手啊 让那个造化圣子嚣张 有些武者不解 别天真了 圣族的天尊比我们还多 真有天尊加入战团 也是一样被压制 说到底啊 我们打不过圣族 天尊不如人家多 我们的天才也被他们的天才给碾压了 人类的天才就是林明 小魔仙兵梦等几人 这次大战 人类的天才因为修为不够 一个都没上场 只有造化圣子一枝独秀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 灭自己威风啊 咱们的天才没成长起来呢 凭什么就说会被圣族天才碾压呀 林明冰梦小魔仙 那都是人类一年一见的天才 我就不信 林明他们成长起来 会比那个什么造化圣子差 神域的很多舞者 都是林明和兵梦的崇拜者 听人说 说圣族天才要强过人类 那当然不愿意听 我也希望你说的能实现 可你不想想 造化圣族的圣军后期 就能战胜普通界王 兵梦林明他们呢 当年天下第一会舞的时候 他们是神海中后期 也不过是比你较弱的神军吧 神海和神军间的差距 对比神军和戒王的差距 哪个搭 不用我说了 何况我听说造化圣子 拥有鸿蒙灵珠 那是三十三天第一宝贝 林明和兵梦有吗 现在人们都说 这个造化圣子 将来可成真神呢 圣族的连续胜利 让人族有种被压得 喘不过气来的感觉 而造化圣子的出现 也预示着圣族的未来 也是强者如云 绝顶天才 配上宇宙第一的宝物 难以想象造化圣子 未来的成就 又一个新生的真神 人类怎么抗衡啊 凭林明 小魔仙兵梦等人 行吗 即便是那些林明兵梦 小魔仙的崇拜者们 也感觉有些心虚 战争持续下去 灰光界人类舞者的损伤 越来越严重 眼看灰光界就要覆灭 很多天尊坐不住了 死十几万个神君圣主 对偌大的神域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 可积少成多呀 一旦让圣族杀出了气势 慢慢蚕食掉人类的中层舞者 那么人类就将会失去 培养天尊的温床 只要诸多天尊战死 人类的未来就会彻底毁灭 出手吧 全面战争 我就不知道 圣族到底在搞什么名堂 可我知道这么下去 人类会失去信心 接下来再开始全面战争 很可能就一摆出地了 在天尊会议上 有一个天尊郑仲说道 回光界战场的失利 人类损失的可不单单是一些神君圣主 还有一些星域大陆 最重要的是损失掉的信心 一旦骨子里必胜的信心失去了 那么人类可能就会成为一盘散沙 走向毁灭 在普陀山 一百多个人类天尊聚集起来 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时机还不成熟 这谁都知道 可大战不可避免 说的没错 不能再等了 你我皆为同族 吴北族人何惧一战 人类是个自私的种族 这是智慧生命的共性 在没有外患的情况下 更多的是内斗 但是如果真的面临生死存亡之时 人类却会在种族生死存亡的环境中 激发出自己的血腥 一旦一个种族拼上一切 那将会非常可怕 一百多个天尊联合起来 几天以来 在普陀山上空 时不时有神兽触摸 可怕的神兽吼声 传遍千万里距离 让人心神战力 林明也跟随神梦天尊 来到了普陀山 天尊神兽 这与三十六亿年前的场景 何其相似 林明清晰一口气 大决战就这么降临了 太快了 如同做梦一般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日夜修炼 为大劫备战 可大劫真的来的时候 他却什么都做不了 林明深深握紧双拳 他不甘心 天空中神光大作 一个巨大而古朴的石台 撕开空间 出现在普陀山上空 这是点降台 这也意味着诸多天尊 要点降了 三十六亿年前 风神天尊站在风神台上 点降 如今也是一样的场景 只是现在 再也无人能达到当年 风神天尊的高度 可是就是风神天尊 那样的绝顶人物 都在大劫中陨落了 那么现在没有 风神天尊的人族 还能胜利吗 林明心中 涌起了一股 强烈的无力感 事实上 这种无力感 也在很多人类心中滋生 这是一场胜率 极其渺茫的战斗 然而就在这时候 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转机 出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